大家好 9月26号 华尔街日报报道 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 中国最新的核动力攻击型潜艇 今年春天沉默 对中国的一项优先武器计划 是重大挫折 事件发生于5月末6月初 地点是在武汉附近的一家造船厂 中国当局是极力掩盖 从未对外披露过 事件是在政哥正努力扩大海军实力 包括扩建核动力潜艇部队之际 该报道说 陈默的洲级潜艇 是中国新型的核动力潜艇的第一艘 其船尾采用独特的X型设计 是以提高潜艇的机动性 该潜艇由国有企业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建造 5月底的时候 人们发现它在长江的一个码头附近 进行过下海潜最后装备 根据现场卫星图片显示 潜艇沉没后大型浮动启动机 于6月初抵达 将潜艇从河床中打捞出来 美国环顿智库船团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美国海军退役核潜艇军官 萨德勒表示 一艘在新船厂生产的新型核潜艇 沉没将减缓中国扩大核潜艇舰队的计划 《华尔街报》说 今年夏天首次公开迹象表明 武汉附近的造船厂出现了异常 当时美国的潜艇军官 新美国国家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 托马斯·舒加特在设计上发布了一系列帖子 指商业卫星捕捉到浮动启动机的异常活动 发生的事故可能涉及一种新型潜艇 但当时并不知道它是何动力 舒加特本周接受《华尔街报》采访 说你能想象一艘美国核潜艇在圣地亚哥沉没 而政府却掩盖事实不告诉任何人吗 报道称虽然这艘核潜艇被打捞起来 但可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能下海 认为这艘船可能都会进水 必须清理所有电子设备 包括电动机可能需要更换 这一项艰巨的工作 美国官员尚未发现任何迹象 表明中国官员已对水域附近的环境 进行过核辐射采样 潜水艇沉没可能有中国船员死亡或受伤 但官员表示不知道是否人员死亡 由于潜艇并未冒险出海 而且反应堆可能并未以高功率工作 因此发生核泄漏的风险可能较低 目前中国方面是否认的 解放军和武汉当地政府 都对这个事件否认 华尔街报官员表示 解放军海军试图掩盖其新型 首艘核动力攻击型潜艇 在码头沉没事实不极快 除了明显的训练标准和装备质量问题外 这一事件还引发人们对解放军内部问责机制 和中国国防工业监督深层次质疑 而国防工业长期来一直受腐败的困扰 乌家的楼将中国视为其主要长期的挑战 官员表示北京一直在利用政治和军事压力 试图胁迫台湾 中国称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的目的是 遏制侵略 维护海外利益 中国大使馆发言人没有回应 截至2020年底 中国拥有48艘柴油动力攻击型潜艇 6艘核动力攻击潜艇 中国发展新型攻击型潜艇和水面舰艇 海军飞机的目的是为了对抗美国及核的伙伴 在冲突期间对台湾的援助 并取得第一岛链海上优势 沉默的洲级潜艇是中国新型的核动力攻击型潜艇的第一艘 为奖采用X设计 中国一直努力实现核动力潜艇生产多样化 生产一直集中在东北部的湖岛 但中国现在转向武汉附近 武昌造船厂制造核动力攻击潜艇 华尔街报道说 美国也曾有过类似措折 代价高 1969年核动力的美国海军吉塔罗号驱逐舰 停泊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造船厂 由于建造工人一系列失误而沉默 沉默32个月以后 这艘驱逐舰才正式服役 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 台湾媒体也采访了 台湾相关的情报部门负责人 包括防卫部门的长官 郭立雄 台湾方面的说法是掌握相关情报 我谈一下俄罗斯方面的说法 俄罗斯方面 首先俄罗斯方面认为 这个事件现在是非常的神秘 但是从武汉附近 俄罗斯方面获得的一些消息来看 当地没有出现核辐射异常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核潜艇在武汉造船厂 那么沉默没有造成 如果是沉默的话 没有造成任何核辐射 另外一点 这个核潜艇 它如果在造船厂内沉默的话 那么实际上呢 它会对整个的造船厂周边地区 造成核辐射的异常现象 那么从这个角度判断 俄罗斯方面 俄罗斯的论坛上面有些说法 就这个事件根本没有发生 只是因为中国发射了洲际弹道楼弹 中国发射了东风三十三十一 那美国呢是为了打打击中国 在这个洲际弹道楼弹方面这个影响力 所以故意把这个消息放出来 中国目前呢 中国的外交部也没有承认这个事实 就是在自己的船屋里边 如果要沉默的话 它是核动力的 那周边的放射性 包括长江下游 放射性物质一定会异常的 但现在看没有任何意外 在武汉周边也没有发生过任何核泄漏事件 所以这个情况现在来看呢 是我觉得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分析 这个事件很有可能是美国继续炒作 就像上一次啊 说中国的这个英国媒体 说中国在黄海有一艘潜艇沉默 艇员全部牺牲 当时这个报道呢 在国际上也是发酵 结果最后中国国防部出来否认 没有这个事 台湾媒体呢 你从顾立雄这个说法 其实他也不掌握情况 包括上一次的中国这个说 中国潜艇在黄海沉默 艇员全部牺牲 台湾媒体有鼻子有眼进行报道 结果中国国防部出来辟谣以后呢 台湾媒体全部消声 然后包括顾立雄 那个时候你看台湾的很多情报文也出来发生 好像这个事有鼻子有眼 说中国巨大失败 但最后中国国防部也出来否认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呢 武汉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更多的是中国在测试阶段 好像是中国的一艘核潜艇啊 周边都有起重机围着 好像就是失事了 我觉得这个不像是沉默 更多的是像在测试啊 因为在内核啊 大家知道它不是在海里面啊 是在内核 在武汉这个造船厂 这个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这种核动力潜艇的测试 其实是有风险的 正常国家都会在海 就靠近海外的这个情况 对吧 比如说葫芦岛啊 比如说南海 相关的海域进行测试 而在内核 在长江里面测试核潜艇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风险非常高的 因为它长江上游下游 它有很多 对吧 关系到老百姓 生产生活用水的问题 这不会真的在这个方向进行测试的 更多是你要说建造 就是建造 最后测试的话 更多的 我个人觉得会在海中直接下海测试 所以这一次呢 在长江 我觉得有照片显示啊 这个潜艇周边的这个启动机 更多的是为了生产 制造这个潜艇 相关的部件吊装 而不是真的这个潜艇 说沉没以后要打捞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风险太大 那更多的是一种 美国在中国发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东风31AG导弹以后 对中国发起的这个媒体宣传战 或叫意识形态战 来削弱中国在国际上 中国的核能力 对美国的威胁 因为现在美国和中国争的是什么 就是世界老大 世界老大手里的武器能不能用 好不好使 你看这对投资人也是有影响 所以美国要打消中国在核力量方面 刚刚展示在国际上获得的声誉 所以把这个消息 像当时黄海中国潜艇沉没 这个事件一样 搞一些消息出来 最后中国国防部一否认 那帮人全闭嘴了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问号的 还是要等中国国防部自己 亲自出来辟谣这个事情 还有一点 我觉得在武汉 所有中国人生活在武汉 如果一个潜艇沉没 而且核潜艇 那在武汉这么大一个事情 那不可能 就说完全封锁 没有任何对外的消息 武汉当地人应该知道 所以我这个事情更多的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炒作 中国是昨天发布了最新的消息 中国是在海南测试的东风三十一 中国是证实在海南发射的是东风三十一 不是东风四十一 东风三十一A级导弹 而且是发布了现场的视频和照片 现在我获得的视频显示 中国这次发射东风三十一A级导弹 发射场不是在军用场地 也不是在已经选好的军用场 这个发射场地 而是在无准备发射场地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在野外 不是专门挑选的场地 这也显示了中国的东风三十一A级导弹 可以在任何条件下随机发射 在野外定点 不需要特殊的场地 任何一个场地都可以发射 这个对美国来说是巨大威胁 因为它无法锁定你合适地点 有些合适地点 我把这些合适地点锁定以后 我就找你发射车就可以了 但现在是我任何一个地点 我都能发射了 所以这是中国这次东风三十一A级 让美国非常震撼的地方 就不需要提前准备好发射场 甚至你从后面发射的一个视频来看 当地农民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要发射东风系列导弹 拿手机现场拍的 现场拍出来导弹发射的画面 那就说这个车到达这个位置 对外不知道 当地农民也不知道 到这儿 进行部署 阵位安排好以后 立刻得到命令数据参数 然后发射 发射完以后撤 就达到这种程度 那也就是说 未来在高松路上我也可以发射 那中国有多少高松路 美国你怎么监控 那中国有多少那种 适合于发射条件的阵地 美国根本找不到的 这个东西就像一辆卡车一样 你怎么找 一下就打一万两千公里 这就好像陆地上的核潜艇一样 这就像陆地上的核潜艇 你能把中国整个 960万平方公里 你全部锁定吗 这对美国威胁巨大 这不亚于一艘核潜艇 石刻钉在美国近海附近 这是非常恐怖的 而且就在中国的国内就可以打到美国本土 而且美国根本锁定不了 所以这才是这次发射意义重大的地方 随机发射 那我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呢 现在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最后关键的十年 这十年呢 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呢 和中国的竞争不会轻易结束 同时呢 美国要在各方面啊 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和中国竞争 那这个时候中国就要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崛起的力量 包括核力量 而美国要通过各种手段 丑化中国 弱化中国核力量 来吸引国际资本选择美国 资本是选择强者嘛 我强 资本院选择我 和中国的竞争我就有优势 所以未来大家会看到美国会曝光很多 制造很多 一些关于中国这个核武器啊 一些问题 核武器的一些这个消息出来 里边有真有假 但是整体美国还是要虚弱中国在国际上 这种核力量 特别是给西方盟友 其实美国这么做呢 主要是捆绑西方盟友 你想西方盟友如果知道中国有强大核力量 欧洲的盟友还会跟着美国一起打吗 还会跟着美国一起挑选中国吗 你德国柏林 你以为你中国打不到你柏林吗 你犯两千公里打到柏林很容易 你西方的盟友 你想把自己变成美国和中国核战争实验场吗 所以你看美国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是削弱中国核力量在整个西方世界的震撼程度 方便美国以后捆绑这些盟友和中国继续作对 在台湾的意义上呢也对中国指手划脚 但很多这个美国的盟友其实也不傻 你可以看呢派一艘军舰过来晃一晃 让美国也就老实了 但是和中国之间呢也在恢复关系 缓和关系 这些国家也都知道 它不可能直接参与和中国的直接冲突 所以现在看美国其实是 美国其实在整个战略中美国是非常被动的 因为美国特别想得到某些东西 美国特别想得到某些东西 特别想得到和中国竞争的胜利 这是美国现在太急 既然你想得到某些东西 那你就一定要失去一些东西 这就是交易 所以美国我觉得它在和中国整体竞争中 现在从这个心态来看 心态上其实就不稳了 中美竞争是个长期化的东西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上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这么着急 说明美国已经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在我看来 美国离彻底的失败不远了 也就是说美国失去了耐心 所以我还是坚信 中国和美国这种军事上 政治上 经济上的长期的这种博弈 中国只要保持平常心 正常的发展 一定会超过美国